海洋金瓣威安吶喊 在4月16日熱鬧登場 炎熱的午後 肯定快樂白沙露營區擠滿人潮 在藍天大海的沙灘美景中 享受音樂饗宴 繽紛的布置吸引許多年輕人 帶著朋友一起參加 大家可能對於基督教的活動 可能會覺得比較 Holy 比較屬靈 可是我覺得其實這種方式的活動 其實我覺得相對起來 吸引的年輕人就比較多 認識的人就一起來參加 一起感受這個氣氛 已經舉辦第六屆的海洋敬拜 由轉運教會出國福音中心所主辦 多年來凝聚不同類型的敬拜團 今年甚至加入滑板元素 負責人黃大舟牧師認為 越自然的環境 越能吸引年輕人接觸福音 我們今年會結合極限運動 滑板這個動作就是我們 希望它跟衝浪一樣 那其實復興就像一個浪潮 是可以是不斷的去挑戰跟 跟隨這個水流 本來肯定就有春娜 但是春娜帶來的影響 不是一個正向的影響 所以它想要用基督教的詩歌 來翻轉這個文化 甚至是讓教會的青少年知道說 哇原來教會也可以是這樣酷的 因疫情停辦兩年的海洋敬拜 不僅讓年輕人展現自己 也成為連接的平台 沙拉夫樂團主唱福賽以薩 就是從多年前的參與者 到主動協助成為連接其他樂團的 關鍵角色 這個活動其實它就像是一個平台一樣 年輕人們除了 我覺得不只是用音樂 也用各樣的藝術來去呈現神 在他們身上所設立的這些恩典跟恩賜 但是藝術表達出人心想說的話 音樂則能讓人敞開內心 海洋敬拜就運用了這樣的方式 柔性的傳遞福音的溫度 以上是GOOTV新聞中心屏東採訪報導